经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88年1993年开始净捐房地产 经过20余年的耕耘 资产规模已达4600亿 位列2021年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综合实力榜第15位 同时经理集团还是一家无视控人的非民营房企 主要股东负得生命人寿 福田投资和大家人寿分别持有经理集团29.83% 7.79%和5.43%的股权比例 合计持股比率共计43.05% 均不能对公司形成控制关系 故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为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 眼下中国地产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寒潮 由于疫情、失业率攀升等宏观不利因素影响 地产需求端持续不振 直接影响各大房企的销售现金流入 也间接导致了在融资能力的普遍萎缩 致使多家房企资金链断裂 爆雷事件轮番上演 其中房企境外债市场情绪尤其低迷 悲观情绪已经从信用资质相对较低的民企 开始往有国资入股的混合制房企扩散 除开万科集团 其他多数非民营房企 尽端美元债价格都存在一定的承压 金地集团作为仅次于万科的非民营房企之一 在2022年7月旗下境内外债券价格 也突遭做空力量打击 出现普遍下跌 8月初由于市场传言出现进一步下滑 直到公司紧急召开投资人沟通会 即公布上半年一系列数据 再结合大规模勾回动作 债券价格下跌趋势才得到终止 本期视频将从短期债务、融资能力及外部支持三个方面着手梳理当下金地集团的情况 尝试为其债券的二级市场波动 寻求几个层面上的解释 短期债务方面 金地集团战略不举较为稳重 杠杆率在房企中相对较低 且资金储备较好 有期债务规模可控且出现长期化趋势 当前非受限资金完全可以覆盖短期有期债务 短期内违约风险较低 造学能力上看 公司旗下项目多为合作开发 拿地偏好一二线城市 壁块质量较高 但存在两点隐患 分别是拿地权益占比重年缩小 及一小部分合作方已经出现流动性问题 导致以预售项目施工进度停滞 外部融资能力方面 公司融资渠道较为传统 以银行借款和公开市场融资为主 其中银行借款渠道保持较好 但公开债券发行渠道自2021年末期开始萎缩 此外ABS发行仍能保持影规模 可以提供流动性补充 外部支持方面 公司缺乏来自股东的直接支持 但近期被交易商协会列入首批中债增进公司 增性支持发债试点企业 整体而言 经地集团面临着与市面上大部分房企一样的困境 即销售面低下滑和债券融资渠道的收紧 但及相对较好的资金储备和债务管理能力 能提供较厚的安全边际 此外作为一家混合制房企 还可获得一些来自监管层面的支持 在当下的诸多房企中 经地的安全系数是相对较高的 年初至今 经地集团旗下证券价格主要是投以下跌为主 其中净内债价格一度集体承压 在公司公布一系列经营数据 即做出购汇动作后出现回暖 重大消息方面 经地集团最近扩监管层面支持 被交易商协会列入首批中债增进公司 增性支持发债试点企业 评级方面 上半年目的维持评级 标普因公司销售预期不加下调展望 三道红线方面 2021年末 经地集团三条红线全部达标 归于绿档 2022年中期继续保持良好成绩 股价方面 截至8月30日 经地集团收盘价为11.61元每股 较年初开盘价13.54元 每股下跌14.25% 经地商制收盘价为0.67岗元每股 较年初下跌约20.23% 整体跌幅趋势明显 但近期有回暖反弹迹象 公司股价2022年运行 相对平稳 并未出现较剧烈的波动 相对债券市场 市场情绪较为稳定 其中4月份股价有过一波上涨行情 主要系地产市场认为调控政策见底 乐观情绪高涨 叠加公司2021年年报 公布数据较好等利好因素所致 后应国内房地产需求端未见好转 市场情绪掉头转向看空 致使公司股价转入震荡下跌趋势 债价方面 境内债银行业整体恐慌情绪依旧 多笔价格明显成压 美元债价格则一度呈现阶梯式下滑 两者均在8月5日投资人互议后有所改善 7月初 经地集团旗下多笔境内债价格下跌 开始引发市场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 8月2日 市场传闻经地集团货银项目风险敞口巨大 引发多知境内债券价格再次大幅下跌 其中18经地零四债券跌超21% 盘中一度触发停牌 21经地零三债券下跌近24% 同样盘中临停 18经地零六债券下跌超9% 面对市场的看控情绪爆发 经地集团在8月5日公布多项经营数据 并召开投资者沟通会澄清 成功制止了旗下证券价格的进一步下跌 后续境内外债均有价格回升 以上就是经地集团的境况梳理 预了解经地集团的后续分析 敬请期待下一期的视频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中正科技DMI 获取更多有关研报的详细内容 请期待下证明